大家好,欢迎大家来MAS学习自动化测试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前面的课程中呢,我们学习了使用 WebDraw的一些方式来定位元素 主要是FundElementById FundElementByLinkTest 以及ByCSS 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什么呢 学习使用XPath来定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XPath XPath呢,它是一种XMR路径语言 它是用来确认XMR文档中某一部分位置的一个语言 它主要用于在XMR中通过元素和属性 来进行一个路径的查找 也就是进行一个导航 比如说我查找一个节点 它在哪里我们可以使用XPath 一个个给它定位出来 这是一种标准的W3C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我们需要什么呢 对XMR和HTMR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对一个不熟悉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查看MAS学院的其他的一个课程 那么呢,我们来首先打开一个页面 这边有写了写好了一个简单的测试页面 这个因为XPath呢 我们不要我这个讲解呢 就不使用网上那种网页了 因为那个比较复杂 分析起来呢,比较麻烦 我这边写了一个简单的HTMR页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XMR一样 那个XPath呢 它这个节点类型呢 可以分为元素 属性 文本 命名空间 指令处理 注释和文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元素呢 我们来切到这个HTMR这个页面中 我们这里面的一个input body 这个呢 都属于我们中间的一些节点 而我们这个 for Zename呢 这个就属于文档型的了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XPath中 我们是如何来定位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最前面那个HTMR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根节点 也就是我们整个XPath定位都是从这开始的 相对于后面的这个HR的 它相当于我们这个ATMR的一个子节点 而这个Title呢 就相当于HR的子节点 那么这个Title它的负节点是谁呢 负节点是我们的HR的 而HR的的负节点就是我们的HTMR 通过这种养生光系呢 一直可以衍生出来 比如说我去查找我们第一个input 那么呢 我们查找顺序是什么呢 先要找找根节点 然后呢 去查找我们这个body的节点 这个body节点下面有一个form节点 form节点下面有个input节点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XPath一级一级去查找我们这个input 这个tag 我们是这么一个查找的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ATMR body都可以是我们input的一个相背 比如它的一个阻位 那么呢 我们这个input和下面这个第二个input 它们两个呢 就相当于是同一级的一个关系 相当于一个同胞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XPath中 它节点之间的一个关系 而我们这些input之类的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整个 页面文档中的一个元素 那么呢 我们说了这么听 什么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使用XPath 从XML中来选取节点 或者是获取节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呢 我们打开我们那个Pathom的ID 我们等一下 然后呢 首先我们现在是要做什么关系 做什么事情呢 首先input应该是from fc selenium unput web driver 我首先导入这个模块 然后呢 使用这个模块 打开我们的流浪器 b也就是browser 等于web driver的 fairfox 我们这边呢 全部都使用fairfox 这个流浪器来做仰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XPath这个语法 他这个第一个表达式就是根 就是一个斜杠开始的 一个斜杠开始代表是绝对路径 这个绝对路径呢 他表示选取的某一个呢 他就选取的是根节点 这个XXX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一会儿给操作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 然后呢 我们导入什么呢 导入我们这个 我们打开我们的本地的一个页面 它的get 然后把这个路径拷一下 在我们桌面上 有一个test 的名字是test.html 回车 大家来看 当我导入之后呢 我这个页面是这样的 它分为escore的frostname lastname以着ag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页面 大家来看 它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它呢 有几个输入框 这个呢 上面forsname 然后是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呢 我们来看 没有id 我们呢 现在就没有办法 什么呢 去使用id来定位它 那么现在呢 我们使用Xpass来定位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来找出我们的根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语法解释 就表达式的一个解释 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切到这边 第一个是选取根节点 那么呢 我们把它拉一下 ere等于b的 fond element by char pass 我们选择 我们选的是根节点 根节点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 根节点是html html 对不对 回车 大家来看 这个ere 它是有值的 然后ere 它的 嗯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属性 大家来看 它还有fond element之类的 fond的一些属性 我们看一下的id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看它有没有 嗯 有没有其他的属性 有个tess 我们来把这个tess敲一下 看它到底是什么值 大家来看 当我们敲出这个tess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它呢 是it's heard first name last name 以及age 这个中间呢 加了一些-n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大家看 it's heard first name last name 和age 这个呢 是说明我们找到这个呢 已经成功了 那么呢 我们其实想找的是哪个节点呢 我们这个里面应该定义的元素呢 是应该是我们的input节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语法解释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路径呢 去查找谁呢 查找我们 这个 相关的元素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atmr 然后我可以现在去查找这个heard的 对吧 我们可以查找heard的 heard的里面 我定义的title 就是306母 我们这个呢 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输入操作 那我们现在查找的是什么 应该查找 比如说我们查找第一个input 对吧 那我们这个节点的顺序应该是htmr body form 以及input 我们来 敲一下 er ere e 等于 b的 fund element xpass 首先我们第一个 根据绝对路径来说 第一个是谁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html 第二个是我们的body 第三个是我们的form 第四个是我们的input 我们先这样看能不能查到 大家来看这个里面呢是有这个能找到这个元素的ere他的get at built 我们查找一个属性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input 我们看一下这个input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属性的一个是type一个是name我们查找一下他的type是不是大家看type是tessere的get at built nam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ame呢是我们的first name这个说明呢我们使用这种路径查找的时候呢他绝对能够查找我们这个first name这个input的输入框 那么为了验证一下我们ere的send case 比如说这名字这个性第一个名字呢我就写一个张因为他名字是张三回车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值 大家看在第一个框里能输入了一个张对吧 然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input是同一级的 他为什么会返回第一个呢 这是因为使用绝对路径定义的时候呢 他这个默认返回的就是第一个输入框 就第一个输入框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位第二个输入框呢 有同一级的时候我们怎么定位第二个输入框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下标的方式来进行查找 我们再来做一下 ere等ere 1等于b的fund的element by charpass 然后呢这个路径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现在是绝对路径 html然后body 然后form 再加个input 这个input呢 我们在这里写1 看行不行 我们默认的是从0开始的 回车 ere 我们看一下atbuilt 我看一下name 大家来看 它内幕呢 现在我们这里逐个敲一个 后面敲一个 空这个方括号2加1 我们例子是定位 还是第一个元素 那因为我们这个呢 by charpass这个input呢 它理论上说返回的是整个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它只返回了第一个 就是它会根据里面一个查找顺序来这么查找 它返回的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比我们可以理解为它里面有个列边 但是呢我们返回的只是第一个 加上下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返回第一个第二个 一直到你第一个都可以知道 但是你不能超过它这个范围 那么呢我们现在发现 如果我们写1的话 它返回呢还是第一个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我们改成取第二个 拷贝 然后粘贴一下 来看第二个值 回车 我们大家来看 再看一下这个ere 它的atbuilt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last那一幕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查找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发现在最后呢 还有一个input 它那个是age 那么这个我们能够查找呢 我们可以这样 rtml ere 我们才发一个消息吧 ere的send case 来确认一下 比如说名字是3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正3 对吧 然后我们要查一个age 我们这个怎么查找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ere2 等于 b的find element by charpath 第一个是html 然后body form 这个就不是form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我们那个p p里面它有一个input 我们再回车 我们看ere2 它的getatbuilt 什么呢 嗯 内幕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呢 ere2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age 我们给它敲上一个年龄 ere2 的send case 比如说在这里敲上一个2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页 大家来看在这里的输入呢 一个值 就是20 那么呢 这个三个元素 我们可以使用绝对录音的方式呢 都已经找到了 对吧 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理解 也就是使用什么方式呢 使用这种方式 第一个选取根据连接这种绝对路径 第二个是根据 这种路径呢 来查找我们相关的元素 在查找过程中呢 我们如果说会有同级的很多个输入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框 像一些click之类的 我们呢 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以后面加一个 括号 类似于passen中列表 它的一个顺序之类的这种 我们加上一个嗯 索引 然后就能够取到相应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它是不是不方便 是吧 因为比如说有些值 它那个有一些属性 那么呢 我可以直接根据这个属性的来定位 这个呢 是后话 我一会再讲 好 那么呢 这个呢 我们就 这节课主要学习的 就是使用什么呢 使用 xpass中的绝对路径 来定位我们相关的元素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